有话好好说 这本书不仅是写出来的 更是活出来的 这是一本通过说话 可以改变命运的书 生活中大多数人 没有从小去专门培养 和训练自己的说话之道 有些时候我们很困惑 不知道如何有效地表达 自己的内心世界 尽管我们其实是一片赤诚之心 能说话不等于会说话 不会说话的人 就像是对人扔手雷 每一句话都可能把对方炸伤 比如爱你在心口难开 却不知道如何有效地表达 自己的爱恋之情 比如 为什么关心别人的语言 却让别人不高兴 好好的话不会好好说呀 比如 求着面试自我介绍 常常感到手足无措 很多人都说 我不能抬头说话 我也搞不清楚这是为啥 比如 不知道如何有效地表达 自己内心的渴望和需求 有些场景 我们也常常感受到 别人的说话 带给我们的不舒服或不愉快 尽管别人或许 并不是真心想要伤害我们 能不能好好聊词了 我能 比如 不知道如何有效地 向长辈和权威 合理地表达不同的观点 比如 面对长辈亲友的 你为什么还不结婚的问题 还有的时候 我们往往理解不到别人的语言 跌得不到别人语言的点 而造成很多人际误解 比如 不知道上司的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比如 不知道如何去倾听伴侣 亲人语言背后的希望 比如 不知孩子的期盼或哭泣 到底是需要什么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会说什么样的话 会说话 就能改命 可以改命的魔力 就潜藏在我们的话语里 作者并没有停留在 前表层次来讲 说话能改命 而是把 怎样说 具体到词语选择的 心理分析层面 掰开了揉碎了 分享给读者 只为更好消化吸收 气势特别重要 不要骂脏话 嗓音尽量要放小 因为只有你说话的声音小 他们才会仔细的听 这样他们才会觉得我们特别有解释 在这本书的第二章 作者详细讲解了如何好好说不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不是难以说出口的 学会说不是一个大学问 混蛋 你们全是混蛋 书中介绍了简单有效的方法 当我们聚焦于自己不要的东西时 其实是在强化它 你会吸引更多的同类项进入你的生命 其实yes和no都是爱的表达 敢说会说不 恰恰说明你懂的界限 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高效沟通从好好说不开始 读者可以快速学到简单而实用的方法 语言伴随着心理能量和情绪的传递 书中对这种细腻的情绪体验 描绘得非常鲜活 把话说到心坎上 如何说 如何赞美 如何倾诉 如何处理家庭关系 通过具体真实的生活案例 讲故事说原理教方法 精准到每一个使用的细节和要点 沟通与表达是互动的过程 如何选择话题 如何了解聊天对象 如何把握节奏 怎样让自己精于表达 善于理解他人 这本书里都能找到答案 刘女士以貌 娶人是你性格上的缺陷 我不用看你的貌 我光听你说话就知道 你有缺缺缺 说什么你 作者选择了一种简单易懂的方式 通过几句话 几个故事 几个场景 即解析清楚 有话好好说 就是这么简单 那你想吃小馒头吗 吃了 会讲故事是一种稀缺的能力 人生就是故事 好故事胜过大道理 聊聊术语 用简单句表达直达内心的共鸣 讲故事 你一定要想清楚能够给别人带来什么 新知识 新理念 还是有趣有料有意义 或者彼此产生强烈的共鸣 拉近彼此的距离 在注意力经济大兴其道的今天 讲故事的能力尤其重要 书中介绍了七部故事法 即通过设立目标 遇到阻碍 特别努力 直面挫败 意外发生 故事转折 大结局等七部 一步步教你 讲好故事 当你跟两个以上的人沟通时 即是公众演说 该书教授了有趣而实用的 四个绝招 写好演讲稿 同时明确四个元素 让表现更精彩 即金句让人难忘 数句让人幸福 故事让人轻松 比喻让人明白 总之 做到强准备 如果一道即兴演说 怎么办 又有绝招奉上 时间献法 角色定位法 随时随地 祝你自在表达 公共演说 职场沟通 家人聊天 学会倾听 学会方法 学到 做到 得到 这些充满着实战气息的干货 是本书的武林秘籍 独门绝技 我是老海底最会扯的员工 作者是声音教练 演说家 书中还有专门的张杰 讲述如何训练好声音 好声音是你的另一张名片 就你这脸型得多笑 不然就更长 塑造有个人特点的声音形象 有切实可行的方法 我们每天都在说话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会说什么样的话 一个内心温暖 纯凉的人 说出来的话 是让人感觉暖暖的 你看你笑得多好 那些有钱的眼里 绝对没有你这样的纯粹 而且他们都迷失了 对 都从丢了 从丢了 同时 我们身边也不缺毒蛇 杠精 常常会让人尴尬 让空气凝固 那你还说我笑得 就比别人都纯粹的 有钱人笑纯粹 没想到傻乐 你看什么傻乐 那你说那些话 让我放屁吧 说话是为了更好的沟通 如果彼此能量不能流动 就失去了沟通的本意 人们常常形容 不会表达的人为 刀子嘴豆腐心 人们会说 你对他了解多了 就知道了 可事实是随着 生活节奏的加快 人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来了解 你是否真的是 柔软的豆腐心 生活的快节奏 带来了高压力 有人有语言宣泄情绪 上怼天 下怼地 中间怼空气 如果遇到同频的人 也许会 其风对手 思个痛快 如果不是 你一句话 就可能把朋友 推到对立面 这种是最得不偿失的 好生带好运 好话带好命 学会说话 是性价比最高的投资 语言中 潜藏着无限的能量和气场 陆文利的这本书 以接地气 鲜活通透 简单有利的文风 穿透着说话 对生活 家庭 学业 事业 乃至整个生命幸福的 终极影响力 帮助作者 落地行动 收获语言 带来的爱与自由 每一次吵架 你都要把话给说绝了 一个脏子不带 杀伤力足以让我撞墙 一了百了 吵完以后你舒服了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我每次都像狗一样的舔着脸 去找一个台阶下 你每一次都是趾高气昂的 站在那一动不动 你每一次都是高高在上 我要站在底下仰视你 我仰视够了 我受不了了 我仰视的脖子都快断了 你想过吗 全天下就只有你一个人有自尊心吗 好好说话有套路 书中给我们分享的黄金聊天术 隐喻法 因果法 多选法 植入法 换框法 好方法是先进的生产工具 也是先进的生产力 从好好说话的技术层面入手 坚持每天做到有一些改变 你会发现 生活幸福指数在提升 良言如同风房 是心觉甘甜 持骨得医治 这本书为读者提供了八套能量画术 五个语言互动技术 两种自修模板 八节有声课程 祝你快速提升沟通表达力 我们的意识决定了我们的行为 反过来 我们的行为也在强化和重塑我们的意识 你画画中你都不好看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你画 你不说我 你画画中都不好看 你还没我白呢 干扁 老半揪 因为说话之道 不仅会影响我们每个人外在的资源 更重要的是 会给他人传达出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因为很多时候 他人往往是通过语言 来了解和感受我们自己的 你在我人台干嘛 你不会小点声说话啊 那么大声干什么 都急点了 所以好好说话 是我们每个人内在的终身修炼 好生带好运 好话带好命 你的人生 是说出来的 好喝 好喝个屁呀 想装也要装得像一点 好吧 小情人 我们说话礼貌一点 礼貌 有话好好说 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视觉话阅读 让读书变得更简单 锦辉试读 我们去吧 我们去吧